男人 Kindle 男人 男人 其實到了最後 你知道商亭普什那個時候 跟燃風的人一起唱著歌的時候 其實有一瞬間其實很想哭 就是覺得 阿...好不甘心喔 就是 我們的客場贏了新加坡 然後 主場又贏了八零 就是覺得 一度做了一個 好像有可能可以實現的夢 但是覺得這個夢就是 反而客場殊土不賣的時候 還沒有這麼強烈的感受 但是今天就是在這個現場突然就 很強烈的有一股很不甘願的情緒 好可惜 好想打亞洲美 很多都很不錯 但是就是 這騎場看起來就是很期待 Will Duncan 就是 現在都還就是偏瘦弱 但是發現他跟這些成年人就是對抗 就是完全不會落於下風 而且好像可以從兩三個人中間就是 鑽出一條路 好像可以讓我們看到一絲機會 那覺得就是 在讓他再更成長之後 我覺得很期待 陳廷陽好了 就是 因為他好像有說 他其實不是那麼習慣 右後衛這個位置 但是 他 其實 這一場跟上一場比起來 就是 很明顯的就是 比較適應 適應這個位置 那 其實今天就沒有什麼很明顯的失誤 那 因為上一場可能 剛被派去這個位置 可能 打得比較手忙腳亂吧 那 這一次 他很明顯就是 比較 很快的進入了這個位置 該有的狀態 對啊 覺得是個很棒的事情 很明顯的感覺到 進攻變犀利 比較趕 比較趕去跟對方 互相 互相對抗 那 那 可能 也是慢慢的 在 增加這個進攻的文化 因為 應該是從 我們之前的程度人教練 就開始 有引導大家 就是 做進攻的這個嘗試 但是 到 Garry White的時候 好像有更加的 敢於身體對抗 然後敢於去跟對方 去做這樣的競爭 就是 是一個很不錯的進步 因為 其實也 聽到 不同邊的說法 那其實感覺的出來 大家都是想要 把足球踢好 把足球 就是 比好 但是 可能 中間有點 誤會吧 那就是希望 在台灣 趕快把 制度 建立 確實 那 這樣也是一個比較 professional 的事情 那 大家就是 照著 該有的程序 來做事情 那其實就 比較不會有這些 無謂的誤會 這一個系列賽 就是到這邊 是一個結束 但是 覺得 這不是一個 據點 可能對台灣的足球 希望它 就是一個 鬥點吧 那我們繼續 可以往別的篇章 就是 希望 早一點 先從亞洲盃開始 希望 我們可以打亞洲盃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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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